新加坡30亿新元洗钱案第10名被告苏建峰已被驱逐到柬埔寨并禁止再入境新加坡 移民语关卡局于周日答复媒体时透露 苏建峰已于7月26日被驱逐出境 2023年8月15日 新加坡警方征破本地史上最大宗洗钱案逮捕九南一女 所有食人均因洗钱及其他罪行被定罪并判刑 苏建峰则是食人中刑期最长最后被驱逐出境的涉案人士 36岁的苏建峰原籍中国福建拥有瓦努阿图国籍 对于洗黑钱以及涉及伪造文件意图欺骗等控状认罪 于6月10日被判处17个月监禁 警方起货苏建峰和他妻子陈秋燕名下总值约1亿8700万新元的资产 包括现金房地产加密货币和车辆 其中约95%的资产被新加坡政府充公 10名被告被指控透过在东南亚区域运营线上博彩的非法所得 在新加坡上流社区制产或购置设置品 今年5月 著名跨境合作组织 由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和海峡时报的联合报道揭发 苏建峰可能在2020年至2022年间作为中间人 促成了洗钱案中的涉案人士在迪拜购置房产的交易 据该报道 尽管2015年苏建峰因涉嫌非法赌博被中国发出逮捕令 但他在2019年与一名叫苏四海的男子合伙 创办迪拜房产公司飞度 向中国买家推销杜拜房地产 报道称苏建峰在迪拜添购了30处房产 包括哈利法塔公寓和一座豪华别墅 在去年被捕后 商业事务局发现 苏建峰在新加坡拥有12处房产 7辆豪车 数千万现金和银行存款 以及价值2600万新元的加密货币 在30亿洗钱案中被判刑的8人 包括苏建峰都被驱逐至柬埔寨 其余7名是张瑞金 苏宝林 苏海金 苏文强 王宝森 陈清远和林宝英 7月16日 柬埔寨当局在一则脸书帖文中宣布 已将张瑞金驱逐出境 柬埔寨移民局并未透露张瑞金的去向 但贴文提到他持有圣基词和尼维斯护照 王水明则被驱逐至日本 王德海被驱逐至英国 新加坡当局从这10名被告起货 和对他们发出禁止处置令的资产超过10亿元 其中约9亿4400万元的资产被冲锋 此案中被新加坡当局扣押 或发出禁止处置令的资产超过30亿元 不过 警方揭露 这些资产不止来自目前已被判刑的被告 还属于因涉案被调查的17名人士 这17人并不在新加坡 其中有两人已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 未经许可,所说不但详织顾羁 未经许可,所说不得于 订阅馆和但课审之间 未经许可,所说所说 以之后全条地不合 Deck 未经许可,所说所听系的 未经许可,所说不得于 今 screwed 印象 바로